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洪靖 雙宝霸 自己的力學作者 以及大學老師 我今天非常榮幸能夠與時報出版的大家庭 一起來跟大家推薦一本非常好的書 《機能力 創造好運的技巧與科學》 首先 你知道這位作者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嗎 他在高中的時候甚至還被退過學 只是後來他秉持著在人生當中 還有很多事物他需要去感受 以及他深刻體會到應該要在困難的環境下繼續前行 他藉由這樣的一個思維輾轉地走了下去 現在他在紐約大學教授一些以機能力為基礎的技巧 來協助個人以及企業獲得更大的所謂的成功 那我要先跟大家很快帶一下 《機能力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定義簡單來說就是在偶然事件意外時刻 或你沒有預期的事情底下 你試著將這些東西連接在一起 再透過一個正向的思維 把這些東西變成是一個對你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 這是一個所謂的一個我們現在非常需要的一種力量 一種認知 那剛剛這樣提其實不是那麼的直觀 所以我再透過幾個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叫機能力 那第一個我想跟大家提的例子就是 所謂的女朋友跟男朋友分手 大家可能認為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嗎 那如果說你有機能力的觀念的話 你就會發現其實曾經在一起的戀情 或是說曾經在一起的戀人 他們在未來都有可能成為 你後來變成一個更好自己的一個機會 跟一個就是經驗 好 那在這本書裡面 這個作者也非常擅長提醒大家 很多時候我們其實不需要在30歲以前 就把所有事情給安定下來 我們通常要保持更開闊的心中 你才會看到更多的機緣 那你當然更不需要害怕任何的失敗 因為失敗其實都是帶給你更多成功的養分 那我在舉例來說 作者裡面還提到非常多很實用的例子 比如說像 你真的認識你周邊的人嗎 所以你知道該怎麼做 才能夠更深入的去了解 你身邊周圍的人 他們在想的是什麼東西嗎 或是說你要如何 與他們建立更好的連結 那書裡面提到非常多實用的方法 包含一些很精確的提問的技巧 不會讓你在對話中馬上就被據點 當然他有提到很多特殊的專有名詞 比如說像是機緣炸彈 那它是一個炸彈 你當然就需要學習怎麼去設置它 不然就沒有任何的用處 這樣子 那當然他還有提到很多自我提升的方法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讀者 或是說對自我成長有興趣的人 會想要知道一些比較好的方法 能夠克服你所謂的一些拖延症 或是說你今天想做事情 但是你就是沒有辦法當下去 把這件事情給完成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心態 我們每個人都有 但是作者他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辦法 可以讓你去克服這個點 其實當你擁有更好的機緣力的話 以及觀察力 你就能夠像書中作者所提的 更有能力去把這些東西給串連在一起 為自己創造出一個更好的機會 跟成就更好的自己 那其實很多我們現在在這個社會上看到的 成功的企業 都是透過這個方法 來成為他們成功的關鍵 那當然就是過去當然有許多人認為 我們做事情都要按部就班 一步一腳印才能夠成功嘛 這說法是沒有錯的 你勢必要培養自己扎實的實力 但是其實從書中裡面舉的許多例子 也讓我有許多的反思 那他其實就是點出了裡面的機緣力這個概念 其實在你按部就班的過程中 如果你沒有去注意到機緣力的話 你或許就會與他錯過了 這是我看完這本書的一些感想 但我真的想說的是這本書其實內容 比我剛剛想講的還要豐富很多 所以我相信只要你翻開這本書的話 你一定會碰撞出更不一樣的火花